为什么他见那么多他都会再怀疑呢 为什么 其实这是人的本质 你是不是听过很多神的证据了 听过是不是很多 所以这里就像圣经所说 没有看见我的 你一看见我才相信 我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 这个没有看见不是说你没有看见证据 因为圣经是有讲明有证据的 圣经说在以西结书 很多次出现的以西结书 神这样说 当这些语言应验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是犹豪 就是神说了的 这些语言应验你就知道我是神 在以赛书也说到 神是知道将来的事 知道末后的事 就是来证明他是神的 所以神不是不说证据 不过我们没有见到耶稣 我们没有见到天堂 我们没有见到眼前前面 这条路是怎样的 我们没有见到将来我们死后是怎样的 我们没有见到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信 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真 不是叫你闭上眼去信 圣经不是叫你闭上眼去信 因为圣经是告诉你 有证据的 不过就是说 虽然你没有见到天堂 我们知道神是真 我们就相信 虽然你眼前这么多灾难 这么多困难 或者家里人逼你 或者很多原因 令到你想不信耶稣 但是因为你知道神是真 我没有看到耶稣站在那里 但是我相信耶稣在那里照顾我的 这个就是信心 就是我没有看见而相信 就是当马见过很多次神迹 但是见到之后 人们会不会怀疑 会 所以你们都会怀疑 就是你知道你会怀疑 你知道你怀疑 好过你不知道 为什么呢 你一直怀疑 这些信是多余的 你不知道自己怀疑 这样的时候 你的信心一直动摇 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为什么我会动摇呢 有时候人们不懂得说的 譬如说那些证据不充足 我就给你看多一点 或者说 不知道耶稣会不会帮我呢 我又给你看到多少人 得到耶稣帮助 就是你知道你哪样东西 怀疑 就可以能够帮助你 那么当马呢 虽然他见到很多 但是他认够有怀疑 这个是人都会有的 那你猜到多马那天之后 会不会怀疑呢 未必的 如果有一天 有人捉夺多马 要将他杀死他 因为呢 其实十二门徒 大部分都是为主殉道的 当那些人拿着把刀 要杀死他的时候 多马会不会怀疑呢 我为你而死 是不是真的呢 耶稣你所做的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有天堂呢 你猜他会怀疑呢 应该会 应该会 有 有 有 我想问你们 你们肯不肯定神是真的 肯定神是真的 你们肯定神是真的 你们肯定吗 你听了证据之后 你觉得肯定吗 肯定 那如果有一个人用这枪指着你说 如果你一信我就开枪打死你 你会不会说 我怎样我都信了 因为我去天堂 没有什么所谓的 你会不会这样 我希望你会 但是不是都会有怀疑呢 我不是说怀疑是好 我说你知道人是会怀疑 因为我们有罪性 罪性就会怀疑 所以多马不是经过这次以后都不怀疑 而最重要就是你有怀疑一定要处理 我就是想跟大家说这个讯息就是你要处理 然后过了八天了 门徒又在屋里面的时候 多马又跟他们在一起 这次就多马在这里了 其实第一次多马不在这里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原因呢 当时的门徒在做什么呢 其实他都没有记载到 可能他们聚集或者祈祷 或者他会这样做 因为其实他们第一次的时候 已经知道耶稣復活了 他可能做不同的事情 但我说为什么当时不在这里 可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我就说可能神在这件事上是有工作 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会怀疑的 他就等他先经历一下这件事 来到作为后世那些怀疑的人的帮助 他们就回来告诉他 他们就怀疑了 他说我看到我就不会相信 其实我那时候 我没信的时候我也有这么说过 那人跟我说过 我要证明有神 要不然我不会相信的 我一定要知道神是真的 然后耶稣又来到 他说愿你们平安 然后耶稣立刻跟多玛讲话 即是说耶稣什么 知道了他发生什么事 但耶稣都等到第八日才回来 为什么呢 有时候神是容许人处理的 有时候我们有困难 我们祈祷神 求你把这个灾难拿走 拿走 但不是立刻拿走 你等一等 为什么耶稣都没拿走呢 因为有时候在灾难中会令到你更加去信教神 就是你会去思想 你会去想起你自己所经历的日子 多了那几天 可能会去想 我真的是不是相信的呢 我看到耶稣行的神迹 我是不是真的相信的呢 可能他也会这样想 就是他会处理这件事 那耶稣就 这句说话 他说伸出你的指头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望我的蠟旁 那就是蠟旁的洞有多大 你看到的分别 手这么大 手这么大 就是说一个就是手指洞 一个可以把手捲下去 哇 多大个洞 我们看到耶稣会叫他伸着手下去 就是耶稣是怎么样 耶稣对于多玛的怀疑有什么 有什么回应 给他亲自验证 对了 给他亲自验证 还有呢 耶稣好对他多玛好 close 可以愿意将多玛对方的手放在自己的伤口上面 一个很大的 对了 就是愿意给他把手指放在他的手 除了愿意之外 还显示出一样什么呢 他对于多玛的怀疑有什么态度呢 耶稣 他可以有什么态度 譬如这样 如果耶稣出现的时候说 为什么你怀疑我这样 那这个态度是什么 如果耶稣的态度是什么 如果是这样 耶稣是说你不应该怀疑 总你不要想 你要相信 但是耶稣不是这样 耶稣说你伸着手来试试 伸着手指来试试 或者是手来探讨我的立行 那就是耶稣对他的怀疑是怎么回应的 接受你的怀疑 对了 接受你的怀疑 耶稣是愿意帮助人在他的怀疑之中的 就是他是一个面对你的怀疑的神 耶稣死了又多分 就是因为他是神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那我们个个都不能复活 这个是保罗说的 我们所信的就是徒然 那保罗就说 不如我们个个就吃喝喝喝就算了 但是他就说 我们真的有复活 所以我们个个都要相信 就是耶稣真的复活 因为他是神的意思 他是圣洁的 当他付了我们罪的代价的时候 他就已经完全 罪在他身上再没有权兵 律法也在身上没有权兵 他就可以自由复活 他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 胜过罪的权势 因为他是无罪的 他就从死去复活 他就告诉我们 我们将来都会复活 最主要就是我们肯回应 那么 当马的回应是什么 当马看到证据的时候 他的回应是什么 我们主要的神 他立刻相信 他立刻回应 即是立刻相信 他怀疑了那几天 当我一见到证据的时候 他立刻相信 这就是我想大家学习的 就是 他立刻说 我的主 我的神 我的主 我的神 是跟谁说的 跟耶稣说的 这个是文字的自然的表达方式 是吧 你古耶画见证人怎么说呢 他说 当马一见到的时候 他立刻说 我的主 我的神 就不是向耶稣 因为他想否定耶稣是神 但其实经文圣经 有很多地方 讲到耶稣是神 在这里不讲的 但是 有出名的就是 以赛书六章 九章六节那里讲到 他是 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个子 指给我们而生 他名称为奇妙策事 全能的神 圣经有讲到全能的神 就是他是神的 不单止这个经文 有其他经文 都讲他是神的 或者门徒拜他 就是耶稣是真的神 谢谢大家